美国知名嘻哈组合Megos成员Take Off 于昨天凌晨2点30分 在休士顿遭遇枪击当场身亡 年仅28岁 根据执法部门和多名目击者表示 事发地点位于休士顿一间保龄球馆 事发后 当地警方极力对受害者姓名保密 但事后相关的视频片段和照片 瞬间在网路传开 据了解 Take Off一行人当晚的派对 本该于凌晨1点结束 但却一直拖到了凌晨2点 当时负责安保的人员有听到枪声 但并没有看到是谁开枪 据悉 Take Off和友人当时在玩骰子游戏 这时候 突然有人向他开枪射击 枪口对准Take Off的头部 当场便宣告死亡 通过报书的影像可以看出 Take Off被枪击后便倒在雪坡中 穿橙色衣服的同伴 便开始俯身抢救Take Off 并大喊寻求帮助 而此时 还有另外两人也中枪 不过随后便被有人用车送往医院治疗 警方表示 目前该案件的更多信息还在调查中 Migos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说唱三人组合 其数几个人因爱好在一起组成嘻哈组合 Polo Club 之后成名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们曾有一首单曲 在2016年登上美国音乐榜第一名 而昨天他们才刚刚发行了一首新曲 Take Off的死讯传开后 他的朋友和粉丝们 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哀悼致敬 众人对于他的离世 都表示震惊和心痛 一列火车的长度 基本在400米到600米之间 一般有15到20节车厢组成 但近日 一辆世界上最长的列车在瑞士出现 长度近两公里 直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 据了解 这列破纪录的客运列车 从普雷达出发 穿越多个高架桥和山区隧道 在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 雷蒂亚铁路网上行驶 最终到达菲利苏尔 行驶里程约25公里 完成了一段非常壮观的旅程 据相关媒体报道 这类列车 由瑞士雷迪亚铁路公司制造 共有100节车厢组成 长达1910米 被金氏世界认证为 世界上最长的窄轨客运列车 而这列超长列车 需要7名驾驶 和21名技术人员共同操作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35公里 据悉 列车行驶的路段于2008年 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 全程共穿越25条隧道 和48座桥梁 包括圆弧形的兰德瓦瑟高架桥 整个行程需要一个多小时 不少铁路爱好者 在山谷中排成一列 观看列车 许多人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铁路公司主管 雷纳托·法夏地表示 这次创纪录的尝试目的是突出 瑞士的一些工程成就 并庆祝瑞士铁路 成立175周年 由大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主办的 2022年南加州华人教会联合 严金培林会于10月28至30日 在洛杉矶国语进行会顺利举行 本次活动是新冠疫情趋缓后的首次聚会 因此人数相比去年有着明显增加 在三天的聚会里 每天的开场不但有敬拜赞美 也有师班献师 通过不同方式的敬拜 带领会众来到神的面前 预备好心 来领受神透过他的仆人所带来的话语 今年的参与的情况比去年还好 这些参与的这个摊位 还有这个教会的参与 都比去年要来的主动来的热心 那今年的主题呢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实际 对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情况 还有现在教会的难处 其实坦白讲就是教会所面对的 这个属灵的危机 那在信仰上的传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挑望起来 让我们真正的把信仰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使我们的下一代 使我们的年轻一代 真正的看见说我们所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真是 息在 金在 永在的神 他不是死了的神 他是永活的真神 本届陪灵会邀请到了 创新神学院执行副院长 前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总干事 陈世青牧师担任讲员 陈牧师带给了会众一个非常蒙福的信息 跨越与使命人生 兼顾我们对神的信心 而三天的信息分别为跨代同行 跨文化同行 与旅行橄榄山上的使命 弟兄姐妹平安 带着一个感恩兴奋的心 在这一次的大洛杉矶 严谨佩林会分享主的话语 特别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其实华人教会面对 无论是家庭或者是教会本身一些困难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跨代同行 特别强调有关于 怎么样回到圣经的原则 一方面坦诚地来检视我们家庭的挑战问题 一方面坦诚地来看 了解我们一般华人教会面对的一些危机 通常都是两代之间 那我们怎么样回到圣经的原则 我盼望这一次今天晚上听到的弟兄姐妹 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能够重新反省 上帝的话 上帝的爱 以及关系的建立 活出榜样 建造内在的生命 怎么样在这一个两代之间 大家一起来 同心同行 让上帝的真理 让上帝的爱 在生活中 在家庭中 在职场中 在教会里头 能够活现出来 所以这一次的主题 跨业和使命人生 今天第一个晚上 就从这样一个角度 作为出发点 上帝赐福 此外 在三天的活动中 不仅带给会众 属灵话语上的宝足 主办方同时也顾念到了各大福音机构 在聚会的同时 开放展位 给各个福音机构 推广宣传自己的事工 让会众在聚会前后 有机会能够参与到各个福音机构的服饰当中 主办方 大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 希望借由这样的陪灵会 使大洛杉矶地区的众教会 同感一灵 兴旺福音 并创造见证耶稣基督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